在主厨的引导下参加联营的民众化身为大厨 有条不紊的切五花肉 后腿肉 猪皮 笋丝 下锅烹煮爱的料理 卤肉饭与蒜味肉跟汤 透过料理联谊 大家一起做菜 一起分享共同完成的美食 吃饱喝足后 还安排一连串的联谊游戏 拉近彼此距离 我本身在从这个圈内的一个赖的群座 然后有看到有那个圈内的群友分享这个活动 我觉得一开始的那个接近的历史的介绍 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本身对历史有兴趣 而且我本身也不太熟悉烹饪这些事物 然后头一次体验这个就是烹饪 就是学做卤肉饭还有肉羹 然后老师们也是就是手把手带着我们做 然后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然后也觉得蛮新鲜的这样子 因为上一场主要的都是女生 然后这一场都是男生 男生原则上印象中觉得应该好像比较活泼 但是一开始他们没有 他们感觉比上一场的女生来的含蓄 然后要经过我们的这个很多 一直有点像是在那边push之后 他们才显得稍微比较熟悉一点 但是根据结果看来他们最后彼此聊的也蛮开心的 本来他们有很多人他们说不喜欢做菜 或者甚至不会做菜 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其实每个人都乐在其中 很认真很聚精会神的在研究说 他们的菜怎么煮 那后来煮出来也真的都蛮好吃的 大同区公所运用在地特色资源 规划单身联营活动 安排大稻城北段街坊导览 带着大家走上台北桥 走进街区巷弄 从河岸风光及蜿蜒小巷 认识大稻城的前世今生 随后再前往太平传统市场 品尝美食 认识各种料理食材 大家都觉得收获满满 优先会知道那个一些大稻城的历史吧 对就是藉由Alice这样子介绍 然后也会知道平常 只是来这边逛街的我 然后再多一些 有一些大稻城的知识这样子 会来会一定会就见给朋友 那有些朋友是刚好今天有事情 还没有一起报名这样子 在活动的这个安排上面 就是节奏很流畅 而且安排的这个互动的游戏也非常的用心 我觉得大家刚在玩的时候都没有冷场的状况 所以我还蛮推荐就是认识我的朋友 或者就是其他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就是欢迎过来参加这些这个相关的活动这样子 丰富有趣的活动更促成是对参加者宿佩成功 大同区区长方月琪表示宿佩成功的朋友 在一年内办礼结婚登记 可再获得区公所赫离礼金 祝福参加的朋友们早日传来喜讯 未来区公所会规划不同主题的联谊活动 让更多单身朋友可以参加寻觅人生的伴侣 你觉得今天的联谊活动好玩吗 好好玩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